女主播都搞得 大連誤實得 同色的炮車重視帶著神秘 博瓜瓜為何有錢拿法拉利 查了陣,終於有些微目了 上個月中同時被中央扣查的大連巨夫除名 被指是博家的幕後金主 據認識41歲的他 早年同在大連主政的博希來互相關照 不知科水辦獎學金,被瓜瓜出國樓學兵 有傳與博希來有染 生了個私生女的前主播張偉傑 隨明都幫忙給了一千萬封口費 隱性賣名臭大女兒 不過隨明現在都自身難保 內地傳媒說,他名下的大連實得集團 已經啟動了破產的前期準備程序 雖然報導內容不多具體 實得亦發聲明否認傳聞 但集團歸為去年民企500強的第66位 營業銀有121億 有多間上市公司,連大家熟一點那對波都是他 銀行還借了至少80億給實得 真是破產的話,也別說不嚴重 而新任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 就忙於處理蘇州市 佳恩原來博希來過去三年 花了一萬億唱紅特 你沒聽錯,我沒寫錯 真是一萬億了 搞到市政府還增加五千億債 是去年全國發債的一半 學者說,重慶可以說破產了 都不知如何收貨